也被电影公司看中 他曾经演过电影《次灵》 以及《国内多知》的广告 还有杂志也拍过不少的性感照片 那么在圈子里面是小友知名度 这次闹出来被男友打成了重伤 亲自跳出来指控落泪 圈内的朋友非常惊讶 因为我的偶像剧已经卖到日本了 所以我日本那边记者会我都不能参加 其实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宣传 但是他们跟我讲说近期内就会宣传 但是我的伤不会那么快 过去靠着美丽外表经常拍摄性感照片 但这次遭到男友无情殴打 让他遍体鳞伤 未来要重新再站起来 甚至重返演艺圈 恐怕还得需要更多时间 调试身心才能再出发 中文新闻台北综合报道